我叫袁線鵬 我是在香港長大的 讀書、拍拖、成家和創業 都是在廣州進行的 而我太太就是佛山人 我合作夥伴就是南沙人 與其說我是香港居民 不如說我是大灣區的居民 這個是我創業的partner 他叫柱哥 我們一起在南沙創業和打拼 香港青年袁線鵬 2015年K南大學畢業之後 2020年在廣州南沙區成立公司 他為何選擇南沙呢 未來業務又有甚麼發展大計呢 經過幾年的摸索當中 發現南沙無論是人口 還有雲山氣氛都越來越重 我們在2020年就成立一個公司 我們就是想透過電子商務的平台 然後進行一個動品銷售 在未來的話 我們的期望建立一個買賣的 B2C的平台 就顧客可以直接在微信 或者是在網上可以直接下班 我們可以有裝車去配送到每家每故 香港人要在南沙創業又容易呢 是否要花很多時間去不同的部門辦手續呢 是否就是南沙青創政策想要出來 然後當時我們就聯繫到沖繪股這邊 然後他們就提供了一站式的 還有就是一對一的一個公司註冊 還有判證的流程這個服務 就從諮詢到成立公司 交其資料的話就大概是一個星期內 然後也不用走很多趟就是一趟就可以搞定 遠仙鵬和來自廣州的妻子有兩個小朋友 家長最關心的都是小朋友的學業 南沙有沒有適合小朋友就讀的學校呢 在香港已經到退休年齡的父母 又可以怎樣照顧呢 我聽說南沙區有個廣州外語學校的附屬小學 它又像一個港澳子弟班 我和我家人都考慮明年就過來入讀港澳子弟班 我現在的父母都是退休的年紀了 我們這幾年就將他們從香港 接到回來廣州那裏定居 在達灣區生活呢 我們都會覺得生活是十分方便和便利的 而生活的水平呢 都是有得到很充足的保障的 不單止是南沙的 我希望可以更多港澳的青年來到這裏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國家是多麼支持 越港澳大灣區的建設 以及多麼支持我們港澳青年在創業和就業的 中文化 中文化